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鲜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459集 碎仙之地 王林的右手小指虚空点向陈涛 在这一刻,他的身体内没有任何先例波动 甚至连生命的气息都在慢慢消散 在极短的时间内,他整个人再无任何生机 这一幕顿时让四周绝大部分修士立刻为之一争 就连天韵子也是目光一凝 深深地看了几眼 那始终光旺的剑尊临天后 目光闪烁,盯着王林 嘴角露出一丝奇异的微笑 此子不错 四周祝寿之人中啊 有一个红脸老者 此人背后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葫芦 此刻打了个酒隔 看了王林一眼,嘀咕道 这一招怎么和老子来这里时遇到的那个疯子 所施展的一模一样啊 陈涛的身影在王林身前武藏之外是 一股他这些年来除了面对那些老怪之外 几乎很少出现的危机感 默然间自心头一闪而过 此刻的王林啊 全身生机完全消散 唯独双目明亮一成 但这明亮中啊 却是有一股死寂的冷漠 这种目光落在陈涛眼中啊 却是让他内心一惊 这是什么目光 即便是修炼的无情道 也断然不可能拥有这种目光 黄泉止日 王林口中倾吐一声 黄泉止 司徒南三世杀招中最后一世 修炼此世 绝非前两世般可以感悟所得 这第三世 必须要先学会黄泉生俏诀之后 通过命入黄泉之中 所产生的生与死之间的转折 才可以感悟而出 当年司徒南便是在生与死之间的黄泉之际 终有所悟 结合那惨次的夏品仙术 终于模仿出这一世杀招 此神通一线 其威力 司徒南曾狂傲的说道 即便笔之那真正的破碎夏品仙术 还是不如 但绝对不会相差太远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这一世才需要达到了问鼎之后 方可随意使用 一纸点出 与此同时 天空之上漠然间一样 一道道奔雷突然出现 划过天际 与此同时 整个天空好似被人一手拨开一般 一幅巨大的山水画轴出现 横扑天际 这一纸黄泉呢 却是把王林的意境神通勾起 阵阵灰气从天空的画目中 疯狂的扩散而出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相互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道由灰气幻化而成的 又一个黄泉纸 生死轮回意境 四周的修士 顿时有人惊呼出声 这一刻所有的修士 其目光均都落在了王林之上 两道黄泉纸 速度极快 漠然间向着陈涛点去 陈涛眼中战役大农 哈哈一笑 身子一晃 双手抬起 在其双手手心之中 分别闪烁而出两道月牙形状的金色光亮 在黄泉纸落其身上的瞬间 他双手一前一后 分别接住了来自王林小指 与轮回意境所画之指的同时攻击 一声惊天俱响 漠然间从陈涛身体外疯狂的回荡 天空好似被飓风肆虐 轮回意境顿时消散 王林的身子登登登退后数十丈 随后又退出百丈 喷出一口鲜血 体内鲜力彻底混乱 他抬头看向陈涛 阴沉的说道 我 弃全 再看那陈涛啊 此刻神色如常 收回双臂 冷漠地看了王林一眼 目中战役不但眉少 反而更浓 他沉声道 等你问鼎之后 你我再战 好气 他深吸口气 压下体内暴乱的先鲜 王林的这一只人 完完全全出乎了陈涛的意料 若非他在回来之前呢 又有奇遇 修为达到了问鼎中期 否则的话 即便是可以接下这一只 那也一定会受伤 天蕴子看了王林一眼 目中赞赏之色更浓 微微笑道 你二人通书仔细一脉 都是为师弟子 莫要相互极恨在心 今日陈涛你既胜出 便是仔细一脉 天蕴七子封号者 说这 天蕴子虚空一点眉心 顿时一块晶莹剔透 闪烁紫盲的金石 从其额头缓缓飞出 落在了天蕴子手中 他一甩之下 这金石立刻化作一道紫红 直接飞到陈涛身前 迅速融入其眉心之中 你并非第一次获得 天蕴七子封号 自行感悟吧 天蕴子缓缓说道 陈涛深吸一口气 向天蕴子深深的一拜 恭敬的说道 弟子谢师尊 天蕴子点头 随后目光一扫 落在了四周众修士身上 他一抱拳温和的说道 诸位 老夫万年之寿 时至今日 算是完结 诸位道友 若无要事 还望在我天蕴宗 多休息几日 我们彼此论道 相互印证道果 四周修士 纷纷言语客套 但绝大部分却是没有停留 就此散开 一时之间 整个天蕴宗外 数万道长虹 漠然而起 远远的飞顿离去 见尊临天后 此刻截然一笑 身子一动 踏出石杖 整个人化作一道剑芒 向着天边飞起 远远的传来此人的话 天蕴老二 按照你我的承诺 三个月后的东海妖灵之门前 你选好进入之人 天蕴子目光一宁 略一点头 随后看向王林 说道 王林 你随我来祭拜祖灵 随后 为师传你禁法神通 送你保命法宝 从此 你便是我天蕴子 真正的弟子 王林恭敬称世 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禁法神通 只有成为天蕴子 真正的弟子 祭拜了祖灵之后 才可拥有的一次令无数人为之神往的机会 学习天蕴子从仙术中模仿而出的禁法神通 天蕴子大秀一甩 顿时啊 一大片七彩祥云 漠然间从虚无之中出现 在王林身边一举 带着王林直接化作云踪 在天际之上一晃而走 风云灌空 避空扑路 身在那七彩云层之内 王林低头 看向下方 但见大山河流 瞬间在脚下一闪而过 树西过后啊 七彩祥云 越过天蕴宗各个分宗 出现在了 总宗之山门所在 展现在王林面前的 是一片比之仙境 还要炫目数倍的世界 三座高耸入云 好似插天之指一般的山峰 屹立在天地之间 这三座飓风啊 当中一座 通体雪白 其上阳光一晃 顿时散发出万道精芒 这些精芒连成一片 映入眼中啊 顿时给人一种 眩晕之感 这山峰之上啊 还有几处翠绿所在 点缀之下 更显其壮丽之色 此山无路 通体雪白 这雪 乃是十万年不化的 久忧之寒 凡人莫说触及了 就算是身在千丈之内 都会立刻被冻僵血肉 称为冰尸 王林身在七彩祥云之内 清晰地感受到 那丝丝寒气 不断地在祥云之外 徘徊流动 三座山峰 除了这当中的一座 通体雪白之外 两旁侧峰全部都是黑色 这种黑啊 与当中雪白之峰相对比 顿时给人一种 极为强烈的冲击感 一片片黑色的雪花 在这两座侧峰之上 徐徐飘落 好似没有尽头一般 远远看去 眼前的一幕不似真实 反倒好似有人 以天地为画墓 在这里画下了一幅 震天惊地的 黑白山水画一般 王林深深地看了一眼 这天运宗总山门之处 眼中渐渐从开始的震惊 慢慢平静 天运子大袖一甩 环绕他二人身边的七彩香云 顿时消散 死云一散了 立刻寒气疯狂地呼啸而来 在王林的身体外不断地侵入 王林神色如常 体内先例一转 其身体外立刻出现了一层白色光运 四周的寒气 弥漫至光运上 立刻消失无影 天运子背着双手 看着远处的三座山峰 平缓地说道 王林 此地如何 王林沉默少景 缓缓说道 此地寒气逼人 倒是修炼英寒属性功法的绝妙之地 天运子微微一笑 说道 就这样 王林低头 恭敬地说道 弟子见识不多 看不出他有什么端倪之处 天运子摇头 似笑非笑地看着王林 说道 你若能说出此地的端倪 一会传授你禁法神通之时 为时可以破例 让你挑选 而非是其他弟子般 我指定禁法 王林 你可动心否 王林抬头 看向天运子 脸上露出温和之色 说道 师尊有命 弟子莫敢不从 他右手一指左侧黑色山峰 说道 此峰通体漆黑一片 就连其降下之雪 也是黑色 但这黑色之雪 却并无寒气 与中间之峰的白雪相比 顿有种诡异氛围 天运子神色如常 笑道 哦 启蓄 王林一指右侧山峰 说道 此峰更为诡异 弟子隐约在其上 能察觉到一丝生机 虽说世间万物 均有生机 但一座山峰的生机 弟子上是首次遇到 天运子神色依旧平和 笑道 只有这些吗 若只是这些 王林 你无法从为师这里 主动挑选禁法神通 王林微微一笑 摇头说道 世尊 这两侧山峰是假的 死言一出啊 天运子眼中 默然间闪过一丝惊讶 他仔细地看了王林几眼 哈哈大笑 袖子一甩 卷着王林 闪电一般直奔中间的 白色山峰飞去 死子心机过人 我这癥患之法 以他应变中期的修为 能看出些许端倪 确实难得 王林神色如常 但内心呢 却是震动 他刚才看到 这三座山峰的瞬间呢 脑子里顿时回荡起 古神图斯的记忆中 一个较为遥远的画面 那是古神图斯 一生之中的第九次炼宝 也是其生前的最后一次 此次炼宝 菩斯所炼之物 乃是一把三叉戟 炼此宝 菩斯啊 不知搜索了多少岁月的材料 最终才彻底完成 此宝炼化之后 颇为受到菩斯满意 但此宝却是只有凝形 其魂体定位产生 于是 菩斯以自身骨血 淋洒此宝之上 并扔向一颗较大的星球之内 化身成为三座插天山峰 使其拥有山意 从而凝结山之魂 随后 远远的离开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